我们今年正好是中国和巴西国家科学院 我们巴西的科学家合作 正好是20周年 所以后来呢就是我们就发现了两个标本 在辽西发现两个标本 热克松群的 后来呢我们经过研究了 就命名了这个优好美丽飞龙 因为这个标本保存得非常漂亮 这叫美丽飞龙 优好呢那就是我们中巴之间 古斯文学家之间一个优好合作的一个见证 主要呢这个标本呢还是很漂亮的 就是事实上呢 这个中国和巴西呢 虽然现在相距比较遥远 但事实上呢在这个义龙就是在白俄级时期 具显在1.2亿年左右的这个时期呢 中国的这个义龙组合呢 就是我们的时代比较稍微早于巴西的时代 我们大概是1.2亿年左右 巴西大约是1.1亿年 我们认为呢其实很早我们就提出来 中国可能是任何生活群 可能是一些白俄级易龙的这个起源中心 起源或者辐射中心 就是我们就认为呢就是说 由于在辽西大量的这个鸟类的这种出现 可能呢导致一些同样会飞的一些翼龙呢 可能和鸟类竞争不了 它肯定要往外迁徙 那么巴西呢最后就是一个迁徙的一个地点 所以说呢就是它们之间呢 就是非常多的这个相似性 这件呢就是友好美丽飞龙的正形标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中型大小的翼龙 它的两个翅膀展开呢 这是它的一个翅膀 两个翅膀展开的大小呢差不多在两米多一点 然后呢这是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它的头 这是它的头部 它呢是一种没有牙齿的翼龙 它的眼眶很小眼睛很小 但是呢头上有一个另外的孔 这个孔呢就很大 这个孔大的作用呢就是可以在它的飞行过程中啊 减轻体重利于它的飞行